关心针对看见台湾导演齐柏林 生前曾经感叹 泰鲁阁雅尼矿场 比五年前拍摄许挖得更深 在外界的质疑之下 今天雅尼董事长徐徐东首度回应 他表示非常的委屈 他说雅尼已经很努力了 目前的做法是尽量挖深 避免挖宽 这是许多先进国家共同的做法 而且挖深的成本其实比较高 未来还可以美化成一个湖来蓄水 他反问台湾还要不要建设 难道水泥都要用进口的吗 我们不爱台湾吗 我们喜欢把它搞得一塌糊涂吗 不会 看见台湾导演齐柏林奏事 引发撤销雅尼开矿效应 和来自各界的重炮批评 雅尼董事长徐徐东表示很委屈 针对齐柏林导演生前曾感叹 雅尼矿场挖得更深 徐徐东也有不同看法 挖深我跟你说 还是我们自己特别花功夫 因为不要让它这个圈大 所以挖深 然后挖深呢 好不好呢 在某个角度讲 让它的将来储水的部分 更多的话呢 它可以养鱼啊等等 那么将来这个是变成一个湖了 我要花钱少花 把它这个范围更开挂 我把它缩小在这里 石石东澄清挖得深 反而成本更高 而且雅尼一直花很多钱在维护 甚至还忍不住拿出公事包里的资料 拿出矿场五年前和现在的对比照片 已经花很大功夫 你看绿化到这个程度 五年的两张照片 石石东多次强调 雅尼都有努力去做后续绿化 如果真的放弃水泥产业 台湾并没有条件依赖进口 世界各地几乎一样的 虽然雅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但对于未完成的看见台湾续集 徐续东甚至还开口要赞助资金 我投资它 我会投资它 我因为觉得台湾太多美丽的地方 没有看出来 然后全整个山脉 你去过吗 没有路上去 针对续集拍摄 身为看见台湾主要赞助商之一的台达电 荣誉董事长郑崇华则说 钱不是问题 这个第二个骗者 因为问题不是钱的问题 是你找不到另外一个齐柏林 郑崇华谈齐柏林表示相当难过 那些珍贵的画面 都是齐柏林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让人感到尊敬和感动 只是将来已经没有机会 再看到齐柏林作品中 那美丽的台湾 记者沈孙川县龙镇台北报道